儿童节前卫生署送了一个大礼给全国儿童将要设置儿童专责医院 卫生署三月底修正儿童医院设置标准以及儿童医院评鉴基准 希望能设置儿童专责医院 让儿童医疗集中化 有助于提升儿童医疗的品质 规划在全国北中南东地区设立六到八家的儿童医院 并且是跟医学中心合作 有台大 领口长庚 中国复医 彰化基督教医院 高医高雄长庚 长大 马街等 预计在今年七月底前 有多家独立的儿童医院正式开业挂牌 当然儿童的生理跟病理或者是心理都不是很一样 甚至剂量各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这种集中式的治疗应该是比较好 那么我想我们希望能够追上世界的潮流 那让台湾进入这个儿童医院的时代 小朋友就有专属的儿童医院了 不过主要还是在都会地区 偏乡原住民族地区并没有设置 桃園县赴新乡卫生所主任表示 中央政府对偏乡的医疗益助还是不足 不过卫生署表示为了加强偏乡的医疗电子病例云端化 在2012年4月份就启动 48个偏乡跑第一棒的就是桃圆县赴新乡卫生所 借由电子病例卫生所的医师上网查到病人 在别家医院的病例加以参考了解病人的状况 来提升偏乡医疗的照护 卫生署医师处长表示针对原乡儿童照护 会串联各县市政府的卫生局所的医师组成医疗照护网 也就是所谓的儿童医学中心 透过网络到医学中心 让孩子及时受到治疗 记者安然上巴扎克台北市采访报道